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克苏和和田地区 目的是消除维吾尔族的宗教和文化痕迹 这一举动被人权倡导者视为系统 新的宣传重塑旨在同化维吾尔族群体 中国政府则否认在新疆地区存在人权侵犯行为 包括大规模监禁 强制劳动和强制绝育等指控 接下来 我们转到加拿大 议员关慧珍呼吁公开一份秘密报告中 涉及外国干预的议员名单 这份由国家安全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指出 有议员和参议员与外国势力有合作关系 但并未透露具体名单 关慧珍强调 这一消息让所有议员都处于被怀疑的状态 并呼吁将此事提交给程序和议会事务委员会 进行调查后 我们来到马来西亚 猪骨汤这道传统美食 最近被宣布为国家文化遗产 却引发了争议 这道以猪肉为基底的汤品 在马来西亚不同族群间引起了分歧 反映出马来西亚在实现民族和谐方面 人需努力 这场争论也提醒人们 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找到共识和和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晨报报道指出 中国在新疆至少冲命名了630个村庄 以抹去维吾尔文化的痕迹 这一系统性的宣传重塑 被人权倡导者认为是为了消除 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身份 人权观察组织 在其最新的研究简报中指出 自2009年以来 几乎所有包含圣地一词的村庄 都被重新命名 而那些带有宗教教师 后家一词的村庄也大多被改名 新的村民如幸福、团结和和谐 成为常见替代 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伊莱恩·皮尔森表示 这种改名是中国政府 更广泛消除维吾尔身份努力的一部分 对人们的影响巨大 尽管中国大使馆未立即回应 但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期间 抗议者在阿德莱德和堪培拉 呼吁关注新疆的人权问题 多伦多新报报道 台湾台北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 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当局 系统性地更改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居住村庄的名称 以反映执政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报告指出 自2009年以来 约630个村庄的名称 已被改为删除 伊斯兰或维吾尔文化和历史的参考 报告比较了2009年和2023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列出的 2.5万个新疆村庄的名称 发现词汇如 都塔尔 一种传统维吾尔热器 和圣地 已被幸福、团结和和谐等词汇取代 报告称 这些改名是中国政府 抹去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表达的一部分努力 日经亚洲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 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中国当局在新疆西北部地区 冲命名了多个村庄 以反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抹去与维吾尔文化的联系 该报告与挪威人权组织 维吾尔援助合作 发现自2009年至2023年间 新疆约2.5万个村庄中有3600个村庄的名称被更改 其中630个名称涉及宗教、文化和历史 例如位于科兹勒苏科尔科兹自治州阿克托县的白清真寺村 被改名为团结村 而喀什地区的库特皮丁圣地村 则改名为玫瑰花村 这些改名主要集中在2017年至2019年间 尤其在南疆地区的喀什、阿克苏和和田等地 随着中国政府在2014年5月启动反恐运动 2017年大规模拘留营被曝光 联合国人权机构在2022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在新疆的行动可能构成国际罪行 尤其是反人类罪 环球邮报报导 新民主党议员关惠曾呼吁国会公开 被外国干涉影响的议员名单 关惠曾在众议院提出特权问题 要求议长格雷格·福格斯 找到公开这些议员名字的方法 他引用国家安全情报委员会 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 指出一些现任和前任议员 在不知情或知情情况下与外国合作 关惠曾认为 指贼有公开这些议员的名字 才能阻止他们背叛国家 他还提到 所有议员都笼罩在怀疑之云下 尤其是华裔和印度裔议员 他们面临不公正的声誉损害 上周 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动议 要求对议员与外国的关系进行公开调查 法官玛丽约瑟霍格同意调查这些指控 但表示可能无法公开设施人员的名字 日经亚洲报道 马来西亚的一场关于肉骨茶的争论 揭示了和谐的食谱 肉骨茶是一种由福建移民 带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汤 被认为是马来西亚的国家遗产菜肴 然而 这一宣布在议会引发了激烈辩论 尤其是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者认为 该菜油的猪肉成分与伊斯兰教义不符 在马来西亚多元化的社会中 肉骨茶本可以成为团结的象征 但却凸显了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分歧 首相安瓦尔·伊布拉辛在德国访问时 对此事进行了淡化 认为经济机会比汤的争论更重要 尽管如此 这场争论反映了马来西亚 需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 找到妥协和团结的途径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副总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 正在与省长们接触 讨论通过法院获得更好的联邦平衡支付方案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长安德鲁·弗里宣布 计划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们的担忧 卑士省长大卫·埃比 也表示可能加入这一行动 弗里兰在沃台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平衡支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项目 它使加拿大各地的人们 能够享有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认为 线性系统对他们不利 而卑士省也认为 他们没有获得应有的联邦资金 弗里兰希望通过与各省长的对话 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强调平衡支付的重要性 南华早报 德国汽车供应商博士向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发出严厉警告 称不断升级的价格战不仅会损害其利润 还会影响其作为全球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博士中国总裁徐大全在周二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 他已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议 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 以避免国内车企和供应链供应商之间的恶性竞争 徐大全强调 只有高质量的增长才能有利于经济 并提升中国企业作为负责任领导者的形象 徐大全是5月23日在东部山东省与习近平会面的商业领袖之一 当时习近平表达了轻商和促进增长的态度 以向国有企业高管、跨国公司高管、私营企业家和投资者 保证中国的经济前景 博士自1909年起就在中国开展业务 2023年在中国的收入为182亿欧元 同比增长5.2% 其中约80%的收入来自汽车部门 包括自动驾驶系统的自动驾驶软件 电动机械制动助力器和防爆死制动产品 徐大全的提议是在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 为争夺市场份额和清理库存而进行激烈价格战后提出的 徐大全没有透露习近平对其建议的反应 但他提到 北京给予德国公民的签证豁免 帮助其工程师提高工作效率 并表示 中国保护外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努力 增强了博士在中国增加投资的信心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总理杂斯汀·特鲁多 在处理涉及外国干涉的情报问题上 表现得犹豫不决 特鲁多可以选择披露至少一些 与加拿大事务中外国干涉有关的最关键细节 这些信息无疑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 特鲁多或任何国会议员在国会内享有议会特权 理论上不会因为披露机密信息而被判入狱 但这种特权仅限于国会内部 国会所有政党的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员 以获得安全许可来审查这些情报 并被要求永久保持沉默 然而 特鲁多的政府对NSI COPY的结论表示不同意 认为这些情报应作为更广泛拼图的一部分 而不是决定性的 特鲁多在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 被问及此事时 拒绝透露是否有自由党议员涉案 只是重复信息以转交给国家调查委员会 特鲁多在接受CBC采访时表示 公开机密信息会将收集这些信息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并将保护加拿大人的知识 暴露给那些试图伤害加拿大的人 然而 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和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 对报告的反应截然不同 前者表示 没有发现议员对加拿大不忠的证据 而后者则警告有议员帮助外国政府损害加拿大利益 多伦多新报 魁北克集团领袖伊夫·弗朗索瓦·布兰谢特 周二对其竞争对手处理外国干涉问题的方式表示不满 称特鲁多和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 需要停止将这一问题政治化 布兰谢特表示 当他最终获得阅读未三节版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 报告的许可时 他将寻找一个答案 是否有他的议员被点名为外国干涉的半知情或知情参与者 布兰谢特强调 如果他的议员被确认 他们将付出代价 布兰谢特指责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 和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在披露报告内容上不负责任 特鲁多政府不同意NSICOP关于议员的结论 认为这些情报应作为更广泛拼图的一部分 而不是决定性的 特鲁多还反驳辛格的说 称任何声称其议员没有问题的领导人都应被怀疑 布兰谢特表示 每个领导人都需要审视自己的议员和政党 确保没有议员受到外国和敌对势力的影响 布兰谢特还呼吁波利耶夫 如果他期望成为总理 现在就应该开始接受安全简报 并确保他的议员和候选人团队是安全的 CNN报道 以色列警告真主党可能爆发全面战争 因为该黎巴嫩激进组织发布了一段9分钟的视频 声称有无人机拍摄 展示了以色列多个城市的军事和民用地点 以色列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在X平台上表示 我们正接近决定改变对真主党和黎巴嫩的游戏规则的时刻 在全面战争中 真主党将被摧毁 黎巴嫩也会遭受重创 视频片段显示了海法北部的克里奥特居民区 以色列武器制造商拉斐尔的军事设施 铁穹电池、导弹储存和雷达站 以及海法港的军事船只和油库 此次视频发布是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 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的背景下 跨境攻击日益加剧 卡茨还提到任何对海法的潜在攻击将产生全球影响 特别是海法港由中国和印度的国际公司运营 美国及其盟友数月来警告真主党 不要在以色列升级冲突 但紧张局势仍在加剧 CNN通过地理定位确认了视频中的多个海法地点 包括敏感的军事设施和油罐 荷兰和平组织PAX的武器专家温兹威宁宝指出 视频中的无人机可能是伊朗制造的Kassaf Tarp-K型号 海法医 市长约纳·亚哈夫称 这段视频为心理恐怖 并要求为城市制定保护计划 批评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 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来为访问海法 真主党声称这是第一集 暗示未来还会有更多视频发布 以色列军方已批准并验证了对黎巴嫩的进攻计划 并决定增加部队的战备状态 自10月7日以来 真主党已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 以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 以色列则在黎巴嫩进行了数百次打击 并撤离了约6万名北部边境居民 美国派遣特使阿末斯霍克斯坦前往以色列和黎巴嫩 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 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蔓延至整个地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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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